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期我们就聊一聊美国股市 标准普尔500指数已经从2022年初的历史高点下跌了约18% 2020年2月和3月崩盘34% 或者2008年和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崩盘近50% 有资深人士认为今年美国股市会崩盘 年底美国股市将累计跌幅达近50% 并给出了十大原因 第一 inflation 通货膨胀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高得令人扎舌的地步 6月份达到了40年以来的新高 9.1% 7月份稍有回落 但仍储高位达8.5% 高通货膨胀是一个难于逾越的大障碍 第二 interest rate 第二 利率 美联储为了医治通胀 已经连续几个月加息 美联储将其目标联邦基金利率上调到了1.5%到1.75%的区间 而且上周五美联储主席再次表态将持续加息 第三 令人失望的收入 FactState的数据显示 标准普娃500指数成分股公司 报告2021年日历年的盈利增长47.4% 但分析师预计 其实在今年上半年 宏观经济环境恶化之前 2022年的增长也会放缓 到2022年第一季度 标准普500指数成分股的盈利增长放缓到了仅仅有4.4% 而指数成分股在第二季度到现在为止的盈利增长为4.2% 第四 地缘政治事件 2022年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是俄罗斯入侵俄乌克兰 扰乱了全球金融市场 对投资者来说 仍然是一张巨大的外卡 除了乌克兰冲突 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也可能是美国不 11月的中国 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 也是一个重要的潜在地缘政治市场垂花机 第五 加密货币崩溃 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的价值 已经从2021年11月超过2.9万亿美元的峰值 跌到了2022年7月不到1万亿美元 分析师称之为加密货币冬天 随着利率上升 投资者正在抛售风险资产 而加密货币持有量 未居榜首 第六 石油冲击 原油价格在过去年上涨了约44% 并处于2014年以来最高水平 50年来石油冲击一直是美国经济衰退 最常见的催化剂之一 1973年沙特的石油经营造成了美国的暂时短缺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和1990年 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都导致油价翻了一分 高达每桶140美元的油价 甚至助长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 第七 供应链中断 2022年通胀的最大驱动因素之一是全球供应链的中断 尤其是在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 在中国政府严格的零COVID-19政策 包括定期封锁地区和主要城市 扰乱了美国供应商 并导致芯片短缺和其他供应问题 第八 美国的高税 第二 渐渐压缩企业利润 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和难度 利润变少 企业将难以扩大发展 相反 企业可能会倾向于缩小规模经营范围等 第九 高劳动力成本 也间接压缩企业利润 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 我个人是希望涨工资的 但是涨工资应该和企业效益挂钩 而不是由政府部门决定 第十 美国政府 县政府 过多干预市场 阻挡了自由市场的健康发展 没有远见的政府 往往会给市场带来难以挽回的灾难 甚至毁灭性的灾难 比如美国的高通胀率 就是没有远见的 拜登政府过多干预市场造成的 好了 这次就和各位朋友 网友们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下集 되어哪些 全公分之后 不过来